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军事动态 本周重点关注消息 最新的情报披露说到发现美军的军机 曾经秘密的在台湾岛内起飞 飞向了台海东南海展开对解放军的侦查 虽然台湾军方马上否认了这个消息 台湾军方说这个消息与事实不符 但一定要注意与事实不符这样的对外说法 并不是否认这不是事实 只是说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到底真相如何呢 今天我们来自台湾独家的分析 并且提到台湾实际上一直有接待 美国的空军包括美国空军的情报分析人员 美军的战机确实在台湾多次的略过 包括停靠 包括加油 记得个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 最近解放军密集的演习 针对美军展开反制 特别是受到重视解放军连续 骑射了东风26 包括东风21从青海 包括从浙江西洋下的南海 而且这样的密集的试射当中 解放军也知道 美军的侦查机是逼近侦查的 而且故意选择在美国的侦查机 逼近南海的时候 试射反航母的导弹 是什么样的意图呢 今天有独家的分析 另外关注一下日本 日本虽然被金三宣布辞职 但日本仍然加快到军售的项目 日本宣布向东南亚 特别东盟和南海国家 包括越南 福利宾 马来西亚 印尼 出售日本的军备 同时日本马上要提前召开 与印度的战略对话 日本与印度战略对话 要签署日本与印度的新的军事后勤协议 双方可以互相使用对方的港口码头 还有基地 这样日本可以正式的进驻 印度洋自卫队 介入印度洋体内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 美国最新发布 所谓的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最新2020的军力报告当中提到 五年之内解放军 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长城周期短团 会增加到200枚 另外解放军在造船 包括电子控制 还有相应的各种能力 包括防空整体系统 都已经接近美军的水平 这到底是美国对中国军力 再度的军事威胁的渲染 还是解放军真实的水平呢 今天都会分析 不过首先看看 全球最新军情提报 先来关注一下 台海最新的军事动态 台湾军方发布的最新 所谓2020年度 对中国大陆解放军 最新的台军研判的 解放军的军力报告 可以说选择与美军 注意美军也发布了 对中国大陆军方的军力报告 稍后我们谈美军的 现在谈一下台湾军方 台湾军方 这个最新的解放军 军报告提到 解放军的电子作战 电子侦察作战能力 有了最新的突破 已经可以完全的瘫痪 台湾的防空和制海的体系 这是重大的突破 台湾军方说 解放军用电子侦察机 包括电子侦察船 情报船 无人机电子侦察卫星 频繁的出现在台海周边 有效的压制和侦测 台湾军方 另外也提到 解放军受制于台海天然的 地理环境 台湾军方声称 解放军目前还没有具备 完整的全面攻台的 正规作战能力 对台湾军方的说法 不过他们也承认了 解放军目前 在浙江 福建 广东 都新增了大批新型的战机 主要是面向台海一线 展开绕台海的相应的作战 包括轰炸机 大量的更新 另外提到了解放军 新的无人机 包括导弹 配合各军军种 展开在台海周边演习 解放军各军种 包括火箭军部队 都以台海周边前线的基地 和阵地展开 针对台海的针对性的演练 解放军的策略是 三期登岛 速战速决 台湾军方说 解放军这个速战速决 非常有用的一个打法 对台湾是有压力的 解放军希望三期夺岛 能够在一天之内 解决台湾问题速战速决 另外解放军的军舰和战绩 台湾声称的发现 解放军的军舰战机 现在每天注意 是每天必然会 寻经台海中线西侧 也就是解放军这个范围 每天都会进行僵硬的巡逻 另外从今年6月份开始 台军发现了 解放军是昼夜 白天加晚上 昼夜从今年6月开始 连续三个月了 已经是每天的昼夜 都会飞到台湾的 所谓西南方向的 战略的空防区 对台湾压力很大 台湾军方也承认了 确实现在负荷加大 而且解放军的美军 美军现在不断敞入 台海 东海 南海 进行美国的 所谓常态化的巡航 所以台湾也发现 解放军现在对美军的策略 是逢舰必根 逢击必查 就是说只要是美军的军舰 还有美军的战机 进入台海 东海 南海 解放军必然 派出相应东部战区 或者南部战区的 战机和军舰 进行逢舰 必根逢击必查 另外解放军 沿海的军用机场 大批地增加了战机 台湾军方的重要的 智库安全研究院 最新的研究说 台湾军方为了反制 解放军未来的速战速决 必须要利用台湾 有力的所谓各种的地形 包括城镇的城市站 用持久来对抗 解放军的速战速决策略 在台湾的说法 另外我们另一个消息 要注意到苏起 有最新的说法 我们要注意 最近在台湾举行了 一个马英九基金会 最新的台海安全研究会 苏起发表了一个讲话 我们注意到苏起 为什么关注呢 他是马英九时代 他是台湾的 所谓国安会的秘书长 可以说是马英九时代 曾经掌握了台湾 最高的情报首长 苏起最新的研判认为 两岸台海开战的主导权 实际上是在北京的手中 不在美国手中 也不在台湾手中 他还为两岸台海一旦要开战 何时开战 选择什么样的地点开战 开战的规模等等主导权 实际上是在北京手中的 苏起强调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美国 美国实际上对于台海问题 是有心无力的 五角大楼和兰德公司 曾经进行过18次 注意18次 关于台海作战的模拟的兵推 在这18次当中 每一次都是输给解放军的 五角大楼和兰德公司的兵推 另外美国实际上都认为 特朗普实际上只是耍耍嘴皮 特朗普的性格是只吵架不打架 因为特朗普是要美军全面 在全球搜缩撤兵的 所以更加不会为了台湾这个问题出兵的 所以特朗普是吵架不打架 而且特朗普很可能 只会是继续地卖军售武器给台湾 即使美国最新解密的 所谓六项的里根时代的保证 六项当中 也没有一项是出兵台湾的 只是不断地卖武器给台湾 另外他提到中国大陆实际上对台湾是叙事待发 那么苏喜研判了解放军 包括军民一致 对台湾问题来说 中国大陆官民军民是一致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提到是台湾 而且台湾现在内部是内斗和外斗同时进行 所以苏喜认为 在美国大选之前 中国大陆可能不会冒进 但是美国大选之后可能是有变数的 而且特别是蔡英文政府 现在在三大方面挑动两岸的关系 对中国大陆来说刺激很大 所以这个现状的改变 台海的危机正在升高 苏喜说一旦误判 台湾可能万劫不复 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据美国福布斯大师报道 最新的美国的侦察飞行发现 朝鲜正在境内的新部造船厂秘密地 建造一款新的小型的潜艇 有宽大的船长读书射击 可以将船转在海上安全地进出 美国的情报分信相信 朝鲜这款小型的潜艇 造价便宜 适合近岸渗透作战 可以从海上渗透进韩国 而以往朝鲜军方也曾经多次 利用小型的潜艇渗入韩国 展开偷袭的记录 韩国国防部的情报说 朝鲜目前还在新部造船厂制造 两款弹道导弹 前景一款是改装老旧的 前苏联罗密欧级的常规限定 它可以写在三枚的朝鲜的 北极星三星的潜射弹道导弹 它另外一款是星舰当中的朝鲜的 三千吨级的新型的潜艇 估计可以写在三到四枚 潜射弹道导弹 另外韩天社把朝鲜国营的媒体 平常广播电台 最近在YouTube上载着一段名为 010000110001的影片 这段影片不但片名其外 内容更加十分的离奇 片中有女生读出了 从现在开始播报第710探险队员的 姚聚教育大学资讯技术复习作业 之后又读出了第564月23号 第479月19号 第694月20号的剧组 莫名其妙被怀疑 是向潜伏在韩国的朝鲜的间谍发送密码 而这段朝鲜官方发布的影片长约一分钟 上载就播放量在YouTube超过了一万次 当天晚上七点就被删除原因不明 估计是接受密语指令的 驻日韩的间谍 收到信息之后朝鲜就删除了 据上海信爆不到 台军声声解放军战机 进起多批次多加次 多性混合的方式 在台海展开飞行训练 甚至还曾经飞越台海中线 展开解放军的模拟战斗攻击 对台军战机的飞行员 展开洋攻 让台军的战机陷入被解放军战机 包抄的困境 台军压力加大 而台军的资深占领 譬如说台军新华派F16战机 在澎湖的马攻基地住法 可以额外为台军 争取多6分钟的应变时间 澎湖位于台海中线的东南侧 以往每年的4到9月 因解放军的夏季演习的高峰期 台军都会戳掉金布炮战机 从本岛的台南飞到澎湖的机场建队 台军考虑升级 派较为重型的F16战机 进驻到澎湖的机场 更加先进台海中线应变 台湾通讯将领说 台军的战机从澎湖的马攻基地起飞 拦截解放军的战机 比在台湾本岛起飞 可以争取快了6分钟 紧急应变的时间 另一方面 台军内部的发射导弹的指引扑广 如果解放军的战机 直接进入非离道 距离台湾12海里的伤口 台军将以空对空导弹 舰对空导弹 地对空导弹 防火炮等多重的对控火力 对解放军战机展开锁定 必要的射攻击 除了空军以外 台湾的地面部队 也会以海峡中心 作为空防的基准线 一旦台军的雷达侦策发现 解放军战机 已经从大陆的军容机场 多比一次的起飞 朝台湾方向飞行 特别是解放军 打击群飞里 并且有攻击的意图 台军占管中心 会下达作战的模式 包括台军的战机 会挂在空对空的实弹起飞 和防空导弹部队 也会输起导弹 进入战备模式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 就在中美南海博弈升级之际 中国大陆军航发射的 四枚中程弹道导弹 同时击中了海南岛 和西沙群岛之间的 南海预定的目标瓦掬区域 报道引述最新的情报 譬如说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火箭军导弹部队 是从西北的青海省 向南海发射的 东风26B的中程弹道导弹 从浙江向南海 发射的东风21B 中程弹道导弹 美国军方的秘密分析相机 这两团导弹 都具备所谓打击航母的 反航母攻击力 射程分别是 4000公里和1600公里 因此美军未来 要努力地增加 舰载战机的航程 在打击范围之外 战机要起飞 香港军事不能指出 解放军事高调的 连续试射中程弹道导弹 打航母的导弹 显示了分机的核击 和饱和轰炸的 信息战的新的思维 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 未来怕被打中 有可能会被逼退万里之外 根据美国国防部 向美国参议院 提交的秘密的情报所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火箭军导弹部队 目前列装的 东风26的导弹旅 比起东风21D的导弹旅要多 美国的情报所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东风26的 中程打航母的导弹 曾经在阅兵式上 高调的呈体系的展示 显示它已经大批的容易 估计有4个旅 东风26卸战一体 隔长兼备的 新型系列化的 中程导弹武器 是中国大陆解放军 火箭军中远程 打击武器的 骨干和核心力量 这也是外国的媒体 首次报道中国大陆 向南海 骑射东风26的 反舰大导弹导弹 和东风21D的导弹 香港军事本来寻出 5年前俄罗斯媒体 曾经分析说 美军的航母战斗区 有5艘护航的神盾舰 东风21可能会被 大批的美军的标准 三道防空导弹拦戟 而现在中国大陆 预先公布了导弹 攻击落点的目标的 把区的区域 让美国日本台湾的 侦察机 飞行 电子雷达等等 可以逼近侦察大保掩护 也显示了 中国大陆 单导导弹 打航母的自信 好 另外一期 中国大陆军方呢 连续地射出了 东风26 东风21这种 打航母的导弹 而且是射向南海 非常强的针对性 射向把区 美日的军机呢 也在附近侦察的 我们来问一下马先生 这次的试射呢 中国军方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但是美国据说呢 派出侦察机 掌握了第一手的数据啊 警方军是否故意 要亮剑 展示相应的震慑力 从东北西北两个方向 同时往一个目标打 这表示什么意思 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宝核轰击啊 它是用这个 全程的信息战系统 来操控的 保证能够 同时打到一个地点 那么你就防不省防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所有的 电子的这些信号 你随便侦测 你侦测到了 你就知道解放军 现在能控制 一个以上的导弹 打同一个目标 是在不同的地方发射 外国 特别是美国方面 马上就感觉到了 说这要这么干呢 肯定美国的航母呢 以前要防巡航导弹 要防潜艇 要防飞机轰炸 现在还要防弹道导弹 这个联合起来的攻击 所以呢 美国的航母恐怕 就不在这个导弹的 射程范围内 自由的活动了 好马先生也分析到啊 中国大陆解放军连续打出了 东风21东风26枪 反航母打航母的导弹 打到的南海 有相应的指向性啊 对美军也是警告 如果美军的军舰 包括航母继续 在中国周边游异 包括挑衅的话 有可能未来解放军 这种打航母的导弹 会直接 打向西太平洋 甚至关岛附近 密切的关注 本周年要招点了 台湾的战机啊 一方面呢 最新的情报说呢 发现美军的军机 居然秘密的多次多架次 可能在台湾起飞 直接起飞 侦查这个南海东海啊 对中国大陆是严重的挑衅 台湾军方是否认的 所以事实不符 但刚才我们说了 与事实不符 这种对外说法呢 并没有否认 它不是事实 只不过是和事实的细节不符 我们掌握的情报消息 是确实 有美军的军机 多次的出现在台湾岛 而且呢 美军有相应的空军人员 在台湾 同时 美国F-56战机的维修中心 放在台湾 但是又就怕 泄密到了中国大陆 看一个片段 去南海上的 它也是感知新化平台 发布的消息说 8月底 一架美国海军的 1B-31的电子侦查机 出现在台湾以北的进口 然后经由东海飞往日本 飞行的轨迹 非常的异常 而这架美国海军的 1B-31的侦查机 在之前 也曾经秘密地飞往过 台湾的南部 展开南海的侦查 之后 就没有收到 这架美军的侦查机 来自于 美国驻冲伤架手 拿美国空军基地的 起降的信号 怀疑 是直接 从台湾的军军机场起飞 不过报道 一书情报评论说 美国侦查机的 诡异的飞行轨迹 也不排除 是美军的信号错误 导致了飞行轨迹偏差 或者是故意 制造假象 迷惑中国大陆军方 最近情报评论说 美国的军机 包括大量的侦查机 最近在台湾附近的 上空活动频繁 而之前也有台湾的媒体 比如说美军的侦查机 飞越台湾的空域 或者是在台湾秘密的起降 不过像这一次 飞行轨迹的异常 相当的罕见 而之前台湾的联合报 有报道过 美军的一架 EP3E的电子侦查机 今年8月份 曾经秘密地 飞游到北台湾的空域 穿梭飞行探路 更怀疑 是在台北的松山机场降落 而对于怀疑 有美军的军机 秘密地在台湾的机场降落 台北的航空管制站表示 如果有军机降落 属于台湾军方管辖的范围 因此他们不会对此事发言 而在今天6月上旬 美国海军的一架波 以4701书记 从日本冲程 起飞之后 飞越到台湾的上空 飞离之后又持续 往台湾西南部的方向 飞行前进 情报当时披露说 美军这架军机 在台湾的机场 降落了5分钟 对此台湾军方回应声场 美军确实有军机 确实飞行过台湾的上空 根据军情报的沈南部 掌握最新的情报 过去这三个月 美军的战机 特别是侦察机 频繁的船空台海 东海南海 展开侦察飞行 总计超过500架次 而在美军的阶级战机当中 有情报评论 当中有两到三成 就是在台湾的机场 秘密地加油和起飞的 而情报评论 常驻在台湾的美国空军的 指挥人员 特别是美军的侦察机 巡逻机的美军的飞行员 还有情报的分析的 美国的军官 大约在台北有20多名 另一方面去台湾 中国时报报道 台湾刚刚与美国 签署了历来最大笔的 美支F16战机 卖给台湾的军购案之后 随即宣布在台湾 成立所谓美支的 F16战机的维修中心 情报评论 美军新进批准 向台湾出手的是66架 美支最新型号的 所谓F16V1的战机 加上台军 现地的142架 每一支的F16战机 目前台湾军方 可能是拥有 亚台最多的F16战机的 土俗达到208架 亚台地区之最 而有台湾的军事专家 向军情观的 闪蓝幕分析说 美国在台湾 成立F16的维修中心 最少是有两大好处 一个是可以让台湾军方的 F16战机得到 快速的保养维修 保持台军 所谓最大的起飞战斗力 及时的追踪 追击 净对解放军的战机 第二 是美军可以把F16战机的 全套的设计系统 维修的图纸 包括电子的参数等等 完整的移交给 台湾的维修厂家 有利于台湾 自行制造战机 不过台湾军方内部 还是有很大的忧虑 一旦台湾军方内部 出现间谍 把这些F16战机的 全部的秘密资料 都卖给中国大陆的话 对台湾空军来说 将是灭顶之灾 好 变了提到 美军的军机 曾经多次秘密在台湾 直接起飞 飞到台海东海南海展开侦测 而且美台确实 是有空军的情报官员 在台湾展开交流的 连接下台北的军事观传员 郑基文 基文虽然台湾军方说 这是与事实不符的报道 但已经在台北掌握了情报 真实的情况如何 美国其实对台 维持很高额度的军售 也因此美军的三军 以及陆战队的相关 负责军售的军官 其实在美国AIT 有长期进行相关的上班作业 另外AIT它本身也有陆战队 负责相关的防务 此外就是我们也注意到 像台军一些机敏的一些设施 那据说有美军在负责里面 在共同操作 最明显就是外船 像部署在台湾中部 乐山的长城预警雷达 就有美军在里面共同操作 对于这则EP31 我认为这次这个讯息 极可能是一个误传 或者假新闻 好有关台海的话题 先放一边还要密切地关注 美台之间的军事的勾连 本周另外一个焦点在日本 一方面日本首相安倍金三宣布辞职 但是没有改变日本的对外军事 对外的相应的策略 而且日本要加紧加快 向东盟包括南海周边的国家 出售日本的军备 包括向菲律宾出售大型的电子雷达 侦策解放军 另外向越南转让巡逻艇 日本还要和印度绑紧相应的军事连接 就在中印边境冲突的紧张的时候 日本调动军事卫星 侦查解放军的情报 提供给印度 看一个片段 日本产生新闻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向印度 印尼 越南 马来西亚销售日本的军事装备 日本防备上下下的防卫装备 停止五月份会启动方案 选一间日本的军工企业 按照南海这些国家的具体的需要 制定夺深的购买方案 预期明年春节开始 与相关的国家洽谈 日本相信印度 印尼 越南 马来西亚这些南海的周边国家 会对日本的陆基雷达 海山侦查巡逻机 有兴趣 日本输出卖出链接装备 给南海的国家的条件 是侦测的数据 要与日本防卫省共享 日本并要继续提供军事维护的支援 最新的情况譬如说 日本已经决定向菲律宾输出电子金式雷达 共享在南海侦测的情况 另外日本将以电子信用来的方式 向越南提供六艘大型的军事巡逻铁 这是日本首次向越南出售军事装备 有中国大陆的军事战家抨击说 日本向越南和南海周卫国家出售 日本的武器装备挑战中国的意图相当的明确 第一是要把日本从南海的域外国家身份 变成南海的域内国家 并增加日本在越南的政治军事的介入影响力 而日本与越南有的军火交易 进行军备维护保障包括升级 都会形成长时间的系统工程 日本就会拓展越南的更多的军事联系 包括日本与越南联合的军演 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制 甚至日本以精密的制造技术 而造船技术的优势 帮助越南研发某些新型的海战的武器 以便联手抗衡中国 而日本政府在2014年修改了 禁止出构武器的条约 允许输出日本的军事装备 日本声称输出军备的优先 将会攻击给与日本军事友好的国家 并会派出日本的军事技术官员 作为军事的支援 以军售强化日本的战略合作链条 另一方面就在印度与中国的边界 发生严重的冲突之际 日本加大了对印度的军事的拉拢 印度斯坦什么不到 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安倍敬参 原定10月举行日本和印度的战略安全会议 很可能会提前到9月进行 由于安倍宣布辞职 日本有可能派出代表日本来与会 即使在9月份 日本和印度有可能签署双方重要的 军事互助后勤协议 根据军事官员沈郎木掌握最新的情报 就在中一边境双方的军人冲突发生以来 日本多次秘密向印度提供了 日本对解放军的背心侦测 包括监听警方性信号的情报 提供给印度 而日本向印度强调 美国 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 四方的军事合作机构的重要性 日本 印度一旦签署了军事后勤协议 将会批准对理想的军队提供军事支持 包括激励博助 后勤弹药医疗补给等军事合作 印度已经和澳大利亚 美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 一旦日本 印度签议 日本的军事实力将直接燃至印度洋 好 为了提到 另外 日本最新的军事动作 都是围堵中国的日本的动作 抗日战争胜利才75周年 日本仍然是以中国作为最大的假奖敌 日本在南海 在印度洋都有动作 稍后来听听香港和日本的分析 另外 关注一下 美国发布最新的阿里巴雷零 对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 当中声称了解放军 五年之内可以达到 美国本土的长城中级的导弹 会达到200枚 另外 美国还声称解放军的造船能力 还有陆基的弹导导弹 陆基巡航导弹 还有舰艇数量都已经达到 甚至超过美国的水平 到底真实的情况怎么样 稍后来分析 回到军事观察室 今年9月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75年过去了 日本最新的军事动作 仍然是以威胁和围堵中国 作为主要的假想机的攻击的目标 今天请到香港马领乘 日本的毛峰来分析 首先问一下马先生 日本在南海 印度洋分别都有军售 军事的动作绑紧南北东西来围堵中国 您怎么看 综合起来就是一条 就是信息战的情况下 日本怎样能和美国 澳大利亚 印度 甚至一些东盟国家 能够联网 能够在军事上边 平时可以联网 信息互通 信息互补 在战时那就不得了了 就形成一个联合作战的 在信息战上面高规格的这种作战方式 所以日本这些鸡铃狗碎的活动 把它综合起来 其实是美国在后面牵头 构筑一个围堵中国和威慑中国的一个信息战的一个大网 好 下来日本的毛峰 已经在东京掌握了情报 虽然安倍要辞职了 未来日本新的政府 包括新的手枪会采取什么样的 军事外交围堵策略来应对中共 日本的根本目的来说 那就是要凭借日本在军事上的能力 和经济援助上的实力 来扩张和强化 它对南海以及南海周边国家的 那种渗透力和影响力 那么用于牵制中国对南海的那么一种控制权 就是利用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松绑 迅速地扩展和提升它的远程化的打击能力 那么第二方面呢 毫无疑问就是强化对南海周边国家 向越南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等提供它的巡视船 那个以ODA无偿援助的方式 那么来扩展和它在南海周边国家的影响力 好 问一下马先生 现在日本向南海国家出售军备 与印度绑紧的军事联系 甚至要用印度的港口围堵中国解放军 怎么反制 现在中国的轰6系统呢 轰6K轰6J呢都是非常先进的了 从航程从代弹到它的信息战的改造 完全可以和图95同步形成一个联合震慑 这是一个战略的核震慑对日本 这样的敲打呢是更为有利 比在南海和它折腾效得多 好 谢谢两分 本周的焦点呢 还在日本最新的军事动作 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 9月份有隆重的纪念仪式 仍然要关注和警惕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 这个话题先放一边 本周另外一个焦点 美国光部发布最新的2020年度 中国大陆军事业的报告 当中特别提到解放军的导弹 未来五年可能有200枚就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 另外解放军的造船 包括陆基的巡航导弹 陆基的单导导弹等等 都已经超越美国 可信吗 进入军情互动 回忆一下军事观的 是网友的问题 大家注意到 美国发布所谓最新的2020年度 中国的军事报告当中 特别关注当然是解放军的 核打激励 网友问一下马先生 美国公布的数字当中 到底是再度故意夸大 渲染中国的核打激励 还是比较接近解放军 核武的攻击实力 美国这个消息呢 说是其实不准确 因为核弹头和核武器是两回事 一枚核导弹可以带10个核弹头 你比如说094核潜艇 它可以带12枚核武器 每个核武器要是有5个核弹头的话 那就是60枚核弹头 如果说中国只有200枚核弹头 那是远远不够的 应该说是200枚核武器 那比较接近事实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是会不断的淘汰 旧的核弹头 造新的核弹头 因为有一个时间性的问题 你不可能这个60年代的核弹头 现在还用 美国这个消息 只不过是炒作中国威胁论 还有就是这个武器装备 特别是核武器的这个军备竞赛 这个和事实距离很远 中国大陆军方第一艘 零七五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完成了首次完整的海事 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可以携带预警的直升机 反潜的直升机 攻击的直升机 甚至这次还有无人的直升机 舰载上舰 同时这种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可以在海上渡海的时候 可以释放出大型的两栖的战车 还有气电艇 对于未来解放军抢贪夺岛 相当有用 情报说中国大陆最终 可能要制造八到十艘 这类型的大型的 两栖攻击舰节目 最后看看相关的画面 以上军队观察者 下楼三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